火山口不斷噴出濃煙 熔岩持續間歇性噴發 直衝天際 最高噴向空中70公尺 黑色熔岩一路往下奔流 夏威夷大島的基劳雅火山 上周四噴發 普納區的雷拉尼莊園 是風險最高的地區 夏威夷當地政府 搭直升機空中視察 清楚看到火山周邊白色小點 都是社區住家 滾燙的岩漿四天來 燒毀了九間房子 蟲鳴鳥叫 蟲林綠野 夏威夷美麗的天堂 夾雜著煉獄般的場景 火紅熔岩降溫之後變黑 沿途蔓延堆積 主要的道路還沒有受到影響 你住在這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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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威夷民房官說 金牢牙火山 已經形成了九個裂口 新的裂口開始噴出蒸汽 還是有居民不想撤離 我並不想去餐廳 因為餐廳全都充滿 目前已經有約1700人疏散 索性沒有傷亡傳出 周邊小地震不斷 雞牢牙火山噴出的 二氧化硫氣體 流串的岩漿溫度高達1150度 目前已經覆蓋了 125平方公里的面積 雞牢牙火山已經持續噴發35年 究竟還會噴發多久 科學家說 幾乎沒有辦法預測 大衣新聞許書妹編譯